各位進到簡報第19頁之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WebDuno它用的 它不用安裝軟體 它是透過雲端服務 剛開始你可以透過它的三大雲端平台 現在嚴格來講算四個 因為它還有加上WebDuno Bit 只是它目前那個是獨立的 我們進到20頁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目前它有三個平台 首先呢左手邊這裡 這兩個是不用註冊就可以用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直接進去了 就能夠使用 那麼它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就算你沒有買設備 也有模擬器可以用 也有模擬器你可以自己先接看看 接會了我再來玩真的 那Blocky體驗版 它所提供的就是比較基本的 就比較基本的一些元件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完全發揮它的功能 你就要找右手邊這個 叫做雲端平台 這個需要註冊 需要註冊 但是也是免費的 也是免費的 所以這三個最大不同是在這邊 那我們待會就先從這個模擬器開始 先從模擬器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點一下 把模擬器打開 把模擬器打開 各位進來之後 哪裡有那個元件 在哪裡來 請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房子 右上角 右上角 找到了嗎 房子按下去 那因為呢在這邊還不夠大 所以我通常會在這裡把它放到最大 這裡 就是你按了房子之後 這個元件模擬器的畫面打開 你把它放到最大 在這裡 好放到最大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一下元件 有沒有跑出來了 對不對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就收起來 所以它裡面 雖然模擬器 老實講 沒有提供 那麼完整的 給你用 可是基本的 其實都夠 那它的板子 在這有兩個 一個是Arduino Uno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Flylar 馬克一號 那我們Smart 你就可以像這樣 按著拖曳出來就好 按著拖曳出來 有沒有 按著拖曳出來 你要什麼東西 按著拖曳出來 按著拖曳出來 那如果拖錯了怎麼辦 鍵盤上Delete就好 這就刪掉 Delete 就把它刪掉 那這些元件的圖 都是向量的 所以你可以按滑鼠的滾 往前有沒有變大 往後縮小 是不是都不會失真 所以這樣是不是相對比較容易用 這是一個 那所以呢 在這邊麻煩各位先抓三個東西出來 一個 Smart開發板 一顆LED燈 再加上右下角有一個麵包板 所以你先拿這三個出來 拿完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元件按一下 它就收起來了 元件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收起來 這樣你有比較大的空間 好 那它這些元件呢 還蠻好玩的 每一個都可以旋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在擺放的時候 我要怎麼擺 比較好看 你可以自己改變 好 第二個 我要接腳位 那要怎麼接腳位 不是這樣拿過來直接插下去 沒有 各位 你看我這邊有這個東西 這種的叫杜邦線 這個 有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上面不是有這些洞嗎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接 你們的杜邦線我還沒有發 好 但是你要接的話 欸 我不可能直接插進來 插進來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所以我就需要透過這個杜邦線 它有這種接頭 像這樣 那我們在模擬器 怎麼模擬 你就可以看一下 你移到那個端點 有沒有發現會亮起來 一定要端點 每一個的洞的端點 有沒有都會亮起來 有沒有 這個每一個洞是不是都會亮起來 它就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去 產生所謂的杜邦線 比如說你看我這樣一拉拖曳下來 一拉拖曳下來 有沒有這樣就當做連線了 萬一這條線不要一樣插插或delete 有沒有 點到它 點到它插插 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你看模擬器是比較方便 如果說我們 比較沒有接觸或不太熟的 我可以先用這個做連擊吧 不用擔心會用壞掉 好 那既然講到這裡 我們就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是把這幾個拿出來了 我們回來這裡看一下 我們就跳到簡報的第幾頁 這裡 三十七頁這裡 三十七頁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接這個 三十七頁這邊 你可以看到那個LED燈 LED燈 你來看看你們裡面也有 你們裡面也有像這樣小小的對不對 小小的一個 各位有沒有發現它的腳有長有短 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可以找一下 你們裡面應該都有三個 你們的比較大顆 是廠商故意弄 沒有剪好嗎 不是 哪一隻腳是正極 這個啊 長或短 因為我們都有正極跟負極吧 你覺得哪一根是正極 哪一根是負極 長的是正極 對 沒有錯 因為簡報上有寫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模擬器 有沒有有長短腳 有看喔 這是長腳短腳 所以你就知道這是正極 這是負極嘛 那 這樣 先認識了之後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在簡報裡面 你往上一點 那小顆跟大顆 就是亮度或者是 就是亮度主要差別 然後它特別都是一樣 都一樣 對 除非它有特別強調這個 用的那個電壓壓比較大 才會比較亮的那一種 不然標準的就是它就是兩根腳 就可以用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三十四月三十五月這個麵包板 麵包板 欸 各位 各位先問一下你們家裡面 家裡面 家裡面 如果 那個 插座不夠用 你會去買什麼 對啊 延長線啊 是不是插下去 然後就變一孔變五孔 變四孔 那麵包板 就是 電子零件界的 延長線 可以嗎 它有沒有提供很多孔 一樣的概念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就是 它的使用方式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像這個 你把它擺橫著 我們用的這個叫迷你麵包板 有那種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這個是比較小的 有沒有看到中間有一個儲合焊接 上跟下是分開的 上跟下是分開的 因為它裡面其實有那個 鐵板 那 如果你插在這一孔 其他的這四孔就有相同的功能 這樣了解 你插在墊 它就是變墊 插在腳位 它就變同一個腳位 比如說你GND 像我們 史曼開發板上 只有一個接地 叫做GND 好 那 它 不夠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邊做延伸 那橫的是不通的 就是這樣 彼此這樣橫的是不通的 只有直的是通的 所以迷你麵包板就是說 你只要插一個 就會多四個 就多四個 這樣了解了 我們剛剛看那個電池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Smart開發板上面 除了有提供這個 電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有一個叫GND GND叫做GROUND 我們接地 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邊有正極 是不是就有一個負極 正負相通 有高電位低電位 電流才會走 電流就像水一樣 所以如果裡面有高低電位的差別的話 它就不會動了 這樣了解 只是呢 板子上是不是只有一個GND 那每一個電器 每一個元件 它都需要什麼 接地 所以如果這個不夠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借用麵包板 讓它可以接比較多 所以延長出來 就變四個變五個 對不對 就跟那個概念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你看 我們回到我們的 這裡來 有沒有 跟我們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你今天呢 我拉拉拉拉在 拉下來 拉拉拉下來 我只要接直的 接直的 不同的 橫向不同的 它就是不同功能 這樣有沒有了解 而且它很貼心喔 因為你這樣是不是都用綠色的 有沒有發現上面可以換顏色 這就是我們像杜邦線 我們杜邦線 就像這樣的概念 我今天用不同顏色 我在區分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 你看我們 壁裡面的電廠 有沒有 顏色都不一樣 不是說不能用一樣的 只是用一樣的 你比較會混淆嘛 所以你應該知道那些 電影上面演的炸彈客 有沒有 常常都說 那個顏色把它互換 有沒有 那它就會剪錯 呵呵呵 就會爆炸 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接 那 我板子上 我就可以接過來 怎麼接 你看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 長角是不是正極 短角是不是負極 所以我現在長角接在這邊 這些都是長角 那長角的話呢 因為LED燈不太耗電 所以其實我只要直接接到腳位 腳位也有電 也有微弱的電 我接到05 你看我把它接過來 有沒有 拉過來 我只要接在這裡的 這一排 任一條線 它都會跟它相同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GND比較沒問題 GND就是從這邊 拉拉拉拉拉過來 有沒有 這樣放開 那我顏色 我就射成一樣的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不行 因為你要把線比一下 你就在中間按一下 有沒有 變倍之曲線 變折線 所以你就可以 啊 我想要過來 然後再上去 你就在中間按一下 它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看得清楚一點 可以嗎 所以你先接一下囉 我們透過剛剛模擬器 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先把硬體的狀況 我先把它連接起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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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